大家好,这里是天阳玄机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风水方面的困惑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来看一下首相当中的十二宫 介绍一下 首先一个是命宫所在 命宫是在财博宫的下面 财博宫的下面 我们用一下这个图片 就是在这个位置 就是在迅宫下面,正宫上面 这个叫低火星丘 这个代表是命宫所在 也就是我们面向当中的 相对于我们面向当中的印堂 那么这个代表一个人 主体命格的层次 主要是看这个出生条件 家庭的父母情况等等 第二个是兄弟宫 兄弟宫是在这个 贯卦贯宫 贯宫是在这个位置 正宫贯宫 贯宫是在这个金星丘内 靠下的地方 这个代表一个人的兄弟姐妹的情况 看朋友,看贵人运等等 那么第三个是夫妻宫 夫妻宫是在哪呢 夫妻宫就是在这个昆卫 昆卫连接小纸下方的这个婚姻线 主要是看夫妻的一个运势 夫妻的运势 夫妻之间的吉凶,利和弼等等 第四个是子女宫 子女宫就是坤宫部位延伸到子女线部位 主要是看这个子女的运势 包括子女的缘分,子女的幅度等等 财博宫不用说在训宫十指下方 就是财博宫训宫的位置 那么主要是看医生的财运趋势 财运的大小,偏财运的,正财运的等等 极恶宫,极恶宫是在这个对宫下面 对宫就是在这个位置 在月秋的上面 这是极恶宫 月秋的位置 那么主要是看医生的疾病啊 伤痛啊等等啊 包括一些身体的体质情况 包括我们健康线也是经常出现在这个地方 容易出现一些意外的伤残啊等等 这个地方 如果是有一些疤 有一些纹路乱的话 那么还有就是迁移宫 迁移宫就是在手腕的地方 手腕的地方呢 就是看你的这个固定资产 固定资产 比如说经常购置房产 或者是事业方面容易变动等等 都是看这个迁移宫 就相当于我们这个面向当中的 这个太阳穴的位置啊 奴仆宫啊 奴仆宫就是在这里 在子女宫和极恶宫中间 就是第二火星秋的地方 我们看这个是否有当官的命啊 是否有负好命啊 主要是看你的领导力啊 这个奴仆宫啊 官禄宫啊 是在中指下方啊 这个是 我们说迅离坤啊 这个是离宫所在啊 离宫所在这个就是 主这个禄的啊 福财禄福啊 是分别指这个三宫宝满 三宫宝满就是这个 这个是主管禄的 禄的就是官禄嘛 官运的啊 是不是当官的命啊 是不是可以从事一些行政管理工作啊 等等啊 田宅宫 那天宅宫就是在镇宫的位置 金星雄内侧这个上方 一生的固定资产多少啊 拥有的家产啊 父母的祖产的祖宅啊 等等啊 这是 十宫啊 第十一宫呢 是在这个福德宫啊 在子女宫和夫妻宫之间 这个福德宫 就在这个啊 在兄弟宫跟谦弈宫之间呢 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主要是看这个 这个一生当中品德福禄啊 能否受人尊敬啊 这个家里 这个祖辈是不是积德啊 包括你自己的这个德行方面啊 父母公啊 父母公就是在真正的月球 这个地方啊 就看父母的能力 父母的运势 父母的健康吉凶等等 这也是首相当中的前卫啊 好了 有关这个十二大公 就分享到这里 这里还是天洋玄机啊 如果是有八字首相面向 风水方面的困惑呢 可以进行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